电影云的云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悬疑精索漫画《人参村》下集 上一集中我们讲到了娟子跟着阿康回到了他的脑家《人参村》 结果回去的第二天,阿康的父亲就去世了 按照本地的习俗,阿康要在将康复买在山上长人参的地方 并且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就在阿康将康复下葬的一瞬间 娟子惊讶地发现康复居然变成了一棵干枯的植物 娟子实在太害怕了,人怎么变成植物了 他惨叫一声,并撒腿就跑 而阿康在将康复安葬好后,才转过头将娟子追了回来 你听我说,那不是怪物,而是我们村一个特有的秘密 原来人参村,人叮兴旺,家运昌盛的背后 真的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传说 那就是以身为生,终回归山 每个产生世家为了保证家业不断根 在父亲死后,儿子必须回来继承事业 直到儿子踩到父亲的那只人参方可终止 所以说康复踩到的那个人参王,其实就是爷爷死后变成的人参 而现在康复死了,阿康就必须要踩到康复死后变成的人参王 不然的话,整个家族就会遭遇不幸 换句话说,此时的阿康就要留在大山里 并穷尽一生寻找父亲变成的那个人参王 直到真相后,娟子十分震惊 你的梦想不是做设计师吗?那你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能留在这里呢? 阿康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是啊,我必须完成家族的使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霍家和我们赵家有世仇吗? 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赵家挖走了他们祖先的人参王 所以就追着我们不放 事已至此,娟子也很无赖 不过娟子愿意帮着一起寻找人参王 然后阿康小声告诉娟子,其实还是有捷径可以走的 你看,埋葬我父亲的土堆里已经长出人参花了 再等一会儿,父亲的人参就会长出来了 娟子听得非常激动 那到时候我们将他挖出来,你就自由了 阿康摇了摇头,没那么简单 这种人参是有灵性的 他还可以随意走动,极为灵活 而且他还是我的父亲,肯定会猜透我的心思 故意不让我抓到,将我一辈子困在这大山中 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人尝试过这种方法都没有成功 父亲变得人参会想方设法地躲着儿子 年年岁岁不断在大山里循环往复 说完,阿康在人参花上面拉了一个红绳 上面放着几个铜钱,并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而那颗人参花不知不觉间长大了许多 不知道过了多久,绳子上面的几枚铜钱发出了叮叮叮的响声 阿康见状,大喊一声,父亲的人参长好了,可以挖了 说着,阿康就用力挖土,而娟子帮忙扯住人参花 这时,康复突然冒了出来,娟子被吓到了 他本能地松开了手,结果那个人参就趁机溜走了 原来刚刚娟子看到的其实是人参王制造的幻觉 阿康反应很快,他急忙追了上去 结果康复的人参王躲进了一大片野人参当中 娟子都傻眼了,这些人参都长得差不多,这该怎么找 而阿康则按着太阳穴开始仔仔细细地甄别了 因为阿康在守宁的三天,就在观察父亲头顶长出的人参花 他的形状在外人看来和别的人参花差不多 但阿康看来则是独一无二的 很快,阿康就锁定了父亲的那颗人参花 被儿子识破后,父亲准备再次逃跑 反应敏捷的阿康突然朝前一扑 成功地将父亲从土里拔了起来 没错,的确是父亲的人参王 父亲的脸已经显现了 结果下一秒,父亲突然怒吼一声 阿康,你是不是偷了四叔家的鸡,快去跪搓衣板 突如其来的阿康被吓到了,手一松,父亲就又溜走了 很显然康复知道阿康怕什么 所以他就把小时候兴起阿康的话又说了一遍 阿康果然被吓到了 而这一次康复逃走了,就很难再找到了 看到阿康十分沮丧,娟子就安慰阿康 干脆离开这里算了,别管什么人参的 我们回城里去吧 但阿康表示不行,人参一定要找 而且娟子也要留下来陪自己 然后阿康用十分怪异的语气问娟子 今天的人参汤好喝吗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喝啊 为了我们的宝宝 娟子顿时就傻眼了,什么意思 那汤你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宝宝在哪 原来这几天,娟子喝的人参汤是康姆特意调制的 她不仅能通气活血,滋阴补养,还能延长排暖期 娟子无法接受这种事情,她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村子 她甩掉了阿康,一个人先排了回来 回来拿了身份证和行李后,娟子就准备偷偷离开了 结果康姆又端着一碗人参汤过来了 娟子,你怎么先回来了,阿康是不是还在守目 那这碗汤你先喝了吧,喝了就去睡一觉 这汤肯定是不想喝的,但是一闻到这香味 娟子就控制不住自己 就在娟子端起碗的一瞬间,娟子突然清醒了过来 于是她一把将碗给摔在了地上,然后撒腿就跑 虽然汤没喝,但她刚刚还是闻了几下 所以她还是感觉有些晕晕的 路过祠汤的时候,娟子突然看见 那些排位上面挂着的人参王突然说话了 快抓住这个女孩啊,为了延续赵家的香火 紧接着,阿康回来了 你太不像话了,居然惊动了祖先们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说完,阿康怒气冲冲的朝着娟子走了过来 看样子,阿康准备强行让娟子屈服自己 此时的娟子已经没有退怒可走了 他随手抓起一只人参王,并狠狠砸向阿康的脑袋 趁着阿康受伤哀嚎之际,娟子最终逃出了赵家的大院子 他来到街上向邻居们求救 结果邻居们全都充耳不闻 没有一个人打理娟子的 眼看阿康就快要追上来了,娟子只能自救了 他打算朝山下逃走,因为山下就是公路 穿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娟子的脚就给几只人参王给缠住了 娟子很崩溃,这是什么东西 这时,阿康追得上来 他笑着告诉娟子 那些都是没有儿子长,被儿子所遗忘的父亲 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他们就慢慢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点点变异成了现在的样子 见到人就不撒手 只要你答应和我回去,我就救你出来 但娟子却表示,他宁愿死也不想回去 下一秒,那几颗变异的人参王就被霍家的人给切断了 阿康整个人都傻了,你们霍家的干什么 霍家人大笑着说,你们偷了我曾祖父的人参 我就让你们照家断后,永远娶不到老婆 以牙还牙 娟子说了一声谢谢,就从另一条路逃走了 而阿康准备追上来,结果被另几个变异的人参王给缠住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娟子跑不动了 就在娟子快要倒下去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马路 没一会儿功夫,娟子就顺利拿下了一辆大货车 伴随着大货车的轰隆声,娟子的情绪渐渐平稳的下来 然后他就困得睡着了,毕竟他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娟子最后到底有没有逃出这个人参村 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不过从最后一幅画来看 这辆大货车貌似是上山的啊 如果真是这样,娟子也就太惨了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云娜,云里简优,下次再见